歡迎觀眾朋友繼續收看禮拜五的分寧新聞 日空一切台灣國際技術交流電 今天是在部長國中的華東中心來電池 總共有來自11個國家45件的作品來參加電視 其中部長國中是特別發揮創集 利用手機的網路功能和參觀圍著民族來聽出作品的水面 相當受到大家的困難 今年分年的國際技術交流電 今天是我在部長國中的電池 部長國中的書籍為了要辦好這項電欄 特別開辦利用手機的導覽光靈 來參觀圍著的人數 透過手機就可以了解圍著的內容和特色 我們今天所辦理的活動是2017國際藝術交流展 雲林一起來的活動 我們今天的這一個藝術展演活動非常非常特別 這是我們雲林縣的創舉 我們在做這一個導覽的時候 我們是利用智慧手機 我們場域是一個無線Wi-Fi的提供 然後藉由手機的QR Code的掃描 我們就可以聽得到畫作的台語版 還有英文版以及越南版的解說 只要利用電視網路的水平光靈 參觀人數只要用手機掃描QR Code 就可以聽出台語音樂跟越南語的解說 相當方便 我們這些錄音的都是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同學負責錄台語跟這個英文 我們同學經過師長的指導之後 把這一個學習課程活動跟他的自信教育做結合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教育裡面所說的跨領域的學習 我們希望藉由美術的畫作 讓我們的孩子學習得更多 這一個技術教育電的電視內容 有11個國家45%的衛作和舒緩 作品的內容相當多元 總共有11個國家45畫作 有馬來西亞 有伊拉克 還有泰國 還有中國大陸 澳洲 紐西蘭 以及台灣等等的 還有香港等等這些11個國家地區的 藝術畫家的畫作 北斗國中基盤的台灣國際藝術展 中尉今天開始 一直自行到禮拜五 很歡迎各界擁有集中參觀 記者 伊明尾 蔡王普特